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枝丸 這一集比較特別是屬於無客養成的第一集 那為什麼會做這一集呢 是因為本村實在是有一點點的 跟大家的陣容有點落差了 所以呢我才體驗一下民間疾苦 所以來創一下帳號 那因為這個抽獎值呢 月島剩下最後的5天 那我想試試看就是能不能在這個 5天之內呢搞定這是月島 那我目前是遊玩第二天 那我昨天是無聊啦 晚上睡不著 然後就無聊來開個帳號來玩 那我認為呢 如果你是無客的話 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呢 你先登錄的話 你看我兩天喔 我兩天而已 就可以把這個月島抽到78抽了 那已經快要保底 我實在說真的 這個帳號有點臉黑 也就是說你每兩天就可以來拼一次月島 如果你是剛要進來的玩家 所以無客剛要進來的玩家 是絕對來得及玩的 而且可以去拼月島 甚至運氣好呢 80抽以前就出現月島了 那我認為無客其他兩次都不要投資了 因為你是無客嘛 所以呢 我就覺得先把月島拼出來再說 那有5天的話 代表你有兩次重創唱奧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無客能不能玩 絕對可以 但是先只能抽月島 那我個人開局呢 一樣是選擇天宗 那抽到的角色都偏爛 就是一些普通的 那有抽到一隻猛虎還不錯 所以兩隻就一起搭 那小金毛 送的日向 送的銀杉 跟一隻N級球員的 完全找不到MB 所以呢 我希望我到時候抽到這個月島池的時候 不要歪掉 如果一歪我就死定了 那如果歪了的話呢 再改變陣容 那主要這個帳號呢 就是來教大家 怎麼來去做辯證 你無客能抽到什麼角色 你該怎麼去做變動 那你可以選擇重玩 也可以選擇辯證 那就是這題主要論述的重點 那我首先最推無客 第一件說的事情 就是進入基地裡面 那直接去商店裡面 購買這個所有的壁紙 你把它買滿 你就毫不客氣 直接把這個全部花完買滿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可以 你在第一天開服的時候 你就領基地獎勵 你可以領到最高級的舒適禮包 那我一開始就直接開到8 那我在買5件的 我明天300拿到之後呢 我就可以開9等的舒適禮包 那每日的禮包這些東西呢 會給予你容物很大的加成 所以無客我認為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先來搞這個集訓基地 把你每天冷點的東西 都領到最多 這是無客的 我認為很重要很重要的動作 那當然這個影片呢 微客小客也可以來參考 因為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那我們鑽石部分的利用呢 一樣通通都是拿來買我們的 這個 限時優惠的 就是這個特惠禮包的抽卡禮包 先把這個都買完了 然後再去真正的花300抽 那目前呢 我還沒有花到300抽的部分 那一樣其他的日常任務 都照我們的 開服攻略有一集 也是教大家怎麼解日常任務的順序來做 都沒有做變動 那只是跟大家說 鑽石是這樣的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他這個賺那個冠軍試煉呢 是不會 因為你角色創腳的時間 而改變這個天數的 所以呢 要創就要盡快創 那我個人是想要趕快把關卡往前推 然後去想辦法換到紫色的沿襲 那這樣應該會是對整個推動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目前無客的攻略呢 就到這邊 冠軍試煉跟這個抽卡的部分 抽卡就是硬拼月島 那冠軍試煉呢 盡量趕快拿到兩張擁盾然後就趕快往前推關卡 推到第10關了 那其他第一個作為就是基地訓練 那陣容的部分呢 目前是這樣搭 先參考給大家看 那之後什麼變動呢 再來跟大家講 那如果你是第一天進來 要記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天進來一定要馬上加到社團 你要確保你第二天的時候 你的社團是能領獎勵的 因為你第一天進社團的時候 你是無法參加任何社團的活動 像我這樣 你只要在下一次6點才能參加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你第一天進來 又馬上選社團 那我個人是有幫觀眾創副社團的 我們的主社團叫做進來都是斜咖 然後副社團的叫做不是斜咖 所以你想試試看無課玩法的話呢 也可以進來 當然如果你那個帳號突然不完 請自行退出 因為現在這個遊戲沒辦法看離線狀態 這是一個我覺得官方要修改的地方 之後也會出一集建議官方修改的地方啦 那我覺得這都看 官方會不會聽我們玩家的心聲 那以上呢就是我目前為止呢 再給大家一個懶人包 首先卡池只抽月島 基地先搞 社團一定要加 那冠軍試驗呢 能推趕快推 因為有天數限制 那這個練習賽的部分呢 就是先搞伊達 伊達推滿之後 我明天才會上21 才可以去推清夜 那我會建議等級全部先弄到40 每一隻都上陣全會弄到40 40之後呢就開始去轉清夜的訓練了 那目前我的規劃是這樣 先分享給大家 那祝各位吼 這個無課小課的朋友 微課的朋友可以玩得順利 因為我的招號已經夠飛了 如果我都玩得起來的話呢 現在你們也都玩得起來的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集要分享的東西 那這個系列呢 比較簡短一點 那也不會上任何的章節篇章 因為我認為 無課這種東西呢 字字都是重要 所以不要跳著看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集的內容啦 謝謝大家觀看囉 掰掰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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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